Jerry啊 Jerry啊 你順便來解說一下 我們第三局本來剩下輸入了 後面我就不關掃了一個還掃中了 那個還挺關鍵的 就2003那個 他現在怎麼樣 現在是上班區的這兩場比賽 然後那兩個 現在是四分之一決賽還是半決賽 不是它是大循環 就是上班區大循環 太牛逼了 你們比賽打得太爽了 對 上班區大循環 打太爽了 看著雙大只要快 也沒有 然後他們那隊還沒輸球 我就這麼問你 夫妻都還沒輸球 每個上班區有八個隊 打七場比賽 打完就是看誰高 對 就是看總分 然後李鴻他們剛才發 就是他們演員了 卡爾已經輸給夫妻大家了 好了 你這不是直播 你到時候會傳youtube 對 不是直播 要不要把它弄真一點 你兩場 你想直播哪一場 你去打你的 我們現在已經輸了 好解說來了 這一場這邊是KK 還有跟可松 對李鴻和文青 你要不要搞直播 然後另外一場呢 是Gary加 Kim 加上要嗎 你想搞直播嗎 你有流量就搞嗎 我能直播一個小時 我帶大家就要走 你搞嗎 但是我信號我算了別走 對算上 你到時候上傳嗎 他們怎麼說呢 如果看積分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兩個隊伍的特點很不一樣 就是說文青跟李鴻是球特別熟 基本上天天打 當然不一定 你要再說我不解說了 話太多了 我在那解說他沒事過來 我就是內場比較好拍 然後就是這邊呢 就是屬於一強一弱了 凱爾呢球比較熟 然後可松以前其實也到過一千吧 但是他球打的少比較深 那邊那一場很有意思啊 Gary加Tim 然後對Justin跟他老婆 也都是特別 特點特別不一樣的 那邊是一個超級高手 帶一個分比較低 但是他反面有長焦 而且他們倆配合還比較默契 我還是比較看好Justin 你看Justin 他這個前三板發球接發球 能佔的優勢實在太大 然後老是說對面的 Tim跟Gary也是球很熟 天天打吧 也號稱在業餘界雙打打得好的 但我覺得跟這種對方有一個專業的打 實在是我非常不看好 那我們主要解說那邊啊 你們願意看左邊這邊也就看左邊 你看這都出機會了 還好還好 第二版補版還是The Ver 我去解說那邊一層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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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幫你拿 哇扶我真遮痘啊 傑斯霆的發球 这个有点歪 让他稍微沾一点 你知道Justin的老婆她叫什么名字吗 比较好 Sindy Sindy是吧 你看其实刚才Sindy那个揭发球是非常到位的 对于四个选手当中 如果你水平稍微低一点 正常来说就是把球戳住 对特别是戳长 只要戳长那边基本拉起来 这边防起来很轻松 甚至可以反拉 Sindy的反面应该是 它红色是长胶 这个三千包我就打到前出公寓的 还没输过 我都觉得跑不快 从下一季开始我记笔分这一局 我没看到底分 我不太知道底分 短球 然后拉直线 我看看他们那边打的策略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对Justin我的发球肯定是不出的 而且你不出他你也不能发高 发高也是死的 有时候就觉得没办法 这球就出台了 其实说实话你只要就是发特短特慢 不用特慢特短特矮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对方不是能一板打死你 我是Sindy他控制的挺好是吗 你看那个球 我可以我可以副解说吗 那我走开了你吧 也不让我副解说 Justin的发球其实都是伴助台出台了 但是他就欺负对方这边没有沙板 这边这年纪稍微大一点叫Tim 他平时经常打双打很熟 你看他的发球其实是不正规的 他是回抛的 刚才最后是 Gadry是0比2吗 现在比分多少 1比1是吧 我们在录你们的 所以你们表现好一点 1比1现在 他是不是这个短的样子 他叫奇怪 怎么那么弯 就这样凑合了 是5级3上对吧 这不是两个特色 好 这球扫不住 现在Gadry发给Sindy看看他们会发什么策略 一般来说如果打对方弱一点的就发球可以稍微 长球啊特别钻的球啊都可以长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Gadry的策略是什么 这种球是个上旋球而且还比较钻 最相当于欺负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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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难得 难得高手失位 对他这个球批的还是比较强 这也出台了呀其实 那天不敢攻 这种都是半出台出台球 没有你真的没有 是右手 我半到右手 这个是个短球 哇撇的太好了 踢的太特别好 对这个没有办法 对方批的紧张太高 行啊 你又在讲 3比1 是吧 是是刚才那样 我们要紧张你再讲 提醒给别人一点漂亮 我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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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 Justin接 听不发就是怎么批 嗯 这种球 从我们这边就是Tim角度 对方那种撇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是沙发 他只是让对方自己别扭 Gary这边其实再混过去一半是可以的 挺好这个球很赚 但这个你也能理解 Tim这边他揭发一定是要aggressive 他如果四平八稳的打到Sindy那边的话 Gary就会 他们这边就能攻了 只是这两个 只是这两个 Tim的发球其实肯定我觉得比刚才Gary发的质量好 就像那一 Justin如果要进攻的话特别precise 对球的弱点和选择 我看着特别准备 看看Justin的发球 有点 哇我都看错了 这根本是个夏圈 这应该也是夏圈 对 哇塞 Garry长 对 身体长焦一搞 然后听都给搞 搞晕菜了 5比3现在 看盼心啊 看看Gary发球 身体处理的 对 对 我上冲 冲不着就是 但是我给老正 我想拿的时候 我给你老正 我想拿的时候 我给你老正 你这两期 你这两期 还是上手球 还是出台球 他这个接法没问题 但是呢 正常来说 接上人球 你不要发力我认 5分 基本上就是去包住 5分 因为是你 你要明白你这个角色 你不是靠 要得分 你只要那一百 只要质量 在5分以下就 又是一个长球 打得不错 4 练了一下 这球还可以就是短球 这下赌到了 Justin知道他还要批我正手长 拉个转的再说 但其实我觉得从Gary找 这球应该是可以发 5比6 我爸妈是少阳的 我爸是少阳 断球 高调 其实这种高调并不是无解的 主要是有可能对方一拉的时候 这边接球有点慌 然后找落点没找那么准 6比6 6比6 这个拔球他会不会一场 白短很好 很好切住 6比7 对不要强弄 白短可以接受的 对 这时候如果从Gary那边的角度 也会要调整 可以发现对方不是调打 不是进攻的话 就开始这边主动去上手了 制造旋转 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7比7 这种球 我总觉得一定出台了 这帮人不敢攻 8比7 当然也可能我判断错了 那个球 就相当于第一跳以后 感觉往前走的很多 肯定出台了 这是个下行 7比9 还是保守 我觉得Gary这边 他们还是有点保守 哎呦很测 他不仅是个上行 他是个侧上 怎么搞出这么转 8比9 感觉好像他们还在乐语沟通 对方反正也听不懂 这些商量比较多啊 这个套路啊 你其实商量也多 其实对方就知道你这个八球应该跟刚才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是有时候商量太多也不好 这球特别长 我觉得心底接的没问题啊 长焦 但是如果球发的特别长的话 有时候长焦也会接不 9比9 很胶着 还是关焦 这个球就质量很高 这个就不是刚才说勉强的拉个高调 他这个就是一个前程 而且落的也很好 这种揭发没有用 我觉得就相当于听 我已经戳得很低了呀 我已经戳得有点长了 但是对两条三没有用 他最大的问题是 我感觉一直给他正手 给Justin的正手都不行 你怎么也让Justin测一下身呀 比如说你这时候会拼的是一个反手场 可能效果稍微好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平时刷脑中要练的 就是对方明明就是一个短 落下或者不转 你成竞应该会摆一个短对吧 如果你这球摆成不出台的话 他Justin一定是攻不死 你们现在这样就怎么样 好 现在总比分Justin这边2比1领先 你们还有举上车 哎呦 帮你来试误一个 我靠 这样去吃 平比1领先 还有4场主场主场 7个队 总共8个没有打7场 这球我看着怎么都像出台球 这球摆回一个不出台 这个非常出人一样 你的拼盘球也是数学老师 2比0 小比分 发球就心里压力特别大 这球其实也是高了 只是稍微转了一点 所以Justin失误了 我还是要认为这是一个质量不高的发球 你发短球你不能发高 你转不转的无所谓 叫了个暂停 因为我发现大家对待Justin这边 0比3落后叫了暂停 看来大家对这个比赛还是很重视的 当然不一定是为了奖金 就说难得有这种特别好的锻炼的机会 而且感觉大家你越认真的话 你就会越从这个比赛中学到东西也好 或者说感觉到有价值也好 就不像open play 你打的风声水起 你谁都能赢 但是如果你正式比赛中你赢不了了 那什么也不是 你们现在还有几个队没有打 他们叫暂停 哦 这两个打队 是这个 那这这这 这这这 哦 那这剩下都是很长的 哈哈 我觉得他们很喜欢 我没有希望拿冠军 还有希望拿冠军 怎么打的 就是 共权是吗 现在已经有空两宿 有两宿 还是我们跟那个 Gering ip30 其实你们都希望 你们乘得 非常好 好 3比0 哇塞 这个撇的不错 你看心里其实出机会进攻还是可以的 这质量 我在我心目中对我觉得心里不是太弱的 其实还可以 你看都是出台球 但就是可能这次高手发的球有隐蔽性 或者说他不高啊 旋转性强啊 所以你就不敢起 就独立不敢起 这应该是个不赚对 看出来 哎呀3比3 他那个球就是因为慢了 就长江回来节奏慢 没有对上 这球还凑 哎呦最近Garry的失误稍微多了一点 3米4 他侧身没问题 是应该是这么大 反正打一个不好啊 哎呦 想法很好 这次好像没抛吧 肯定没抛啊 那百分之一万没抛 5比3啊 一定是长久 好球 这只要控的真不错 5比4 还要一层交组织的 5比4 很强 7比4 太强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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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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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又是出台球 不敢动 场不转 8比5 不敢动 你看全是出台球 6比8 漂亮 这一板过的能力还是挺好的 我有时候这种球我都不一定能一板 7比8 来 哎呀 丢比7 9比8 我觉得这个球如果是Justin 我肯定不能怪Sindy 这个球 我觉得Sindy这发什么球 这个球应该是按计划发的 然后Gary这种接法 其实不是一个很常规的接法 很少说接长球 在双打中去那么一刻 他是运气特别好 很特助 怎么又叫了个暂停 看来是Gary那边叫的一个暂停 TOW BREAK要这么久的吗 而且还不到TOW BREAK的时间呢 应该叫了一个暂停 现在9比8 Justin这边领先 第四局 Justin他们2比1领先 谢谢 没事 我去哪里 他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他去哪里 哎呀真的好转 这球其实很慢 就是转 总觉得有可能是对方看到 Justin拉的可能就虚了 换一个人拉 就比如说我拉的可能质量一样 人家其实心态一放松 人家就反坐 没了 哎呦 9比4个 哎呀可惜 10比10 两个球一模一样的套路 你玩吗 我玩 42 9比4 又死了 想不想 哎呦擦边擦边这球真擦边了 我靠死里逃生啊 太保守了 不能慌 这时候如果从心里的角度 如果他慌了 就接的挺好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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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死 战术是什么 想看一下啊 正常来说还是都是给Justin创造机 完了 哎呦 哎呦 他可能加了一点compensation 认为这球可能有点下去了 打掉了 我觉得点肯定是找到 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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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y啊 你发球一定要质量 打掉了 打掉了 哎呦 我刚才是怕 Sindy可能要输 因为这球可能会比较测弦 Sindy把他给按住了 然后测弦还在 然后Garry也输了 继续叠死 哇 戳的还可以 切住 哎呀 他这是这个 接回来的球就基本上不跳了 长久 哇塞 心里根本就 他不虚你呀 你给我发长球我就冲你 我觉得 心里是一个很好的双打打的 就不会被Bully的那种 不 你欺负不了我 你这种就很好的 好的 你看这长久还能磕回来 哇塞 这个真是只能怪对方表现好 并不能怪自己打的破口 心里刚才那切的 那种长焦削一板多好 他早就没想到 Justin那一板没有中间 对方 原来是玩那个师傅太多了 玩师傅太多了 不算 切长了 玩了 结束 结束 哎呀 可以呀 2比2 打的不错 我觉得最后一个球吧 Justin的揭发球 是一个加保险 他就正常批了一个正手长球 我觉得没有他撇一个反手 那个效果好 但是可能因为前面两个撇了两个反 被对方救回来 然后心里失误了 所以他可能也决定不那么做 哎呀 我觉得刚才以为都赢了 2比1领先 10比8 两个赛点 然后被对方翻了 当然还有一个是对方的擦边球了 然后赢了 对方就没有 选当 这边都是对方的 当中的 这个我们想要 安全 所以朋友们 看到就一个 我们clock 在 还有 现在 这边 对 然后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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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3800據說最搞笑 很多就是我們覺得水平挺高的選手 然後打完小組三就都去下班學了 小馬跟柯南的組合呀 還有超壽跟都方的組合呀 還有你看現在看起來的那個我不認識的人 哇塞 高手如雲啊 我現在才知道賽制是這樣子的 16個隊先是分4個小組小組循環 然後呢前二的就進入上班區 後面就進入下班區 以前大部分比賽呢就是 進8強以後就淘汰嘛 他們出上班區下班區以後就大大循環 這個賽事倒是挺過癮的 哎我們開始還是繼續繼續看地下 好像心底失誤一個現在是1比0 Garry他們領先 其實Garry 你都知道心底經理的那種 拱的上弦球接的不好對吧 還是可以繼續發的 只要別發出台就行 他這球發的是那麼發 但發出台了 我要是他我就會發那種不出台的上弦工具 不出台或者半出台 然後我要是心底的話 吃了幾個我就開始就明顯就要用長焦接了呀 長焦不怕賺 這個心底剛才那個技術很奇怪 他竟然正手用反焦去銷球 變成一個手球打法 這個 我感覺你在對著攝像頭說話 你沒有直播 沒有他不是直播 他現在就是在攝像 那你就是在攝像的時候說話 對啊 他後面在上台youtube 他不是個直播 相當於他後面整理的 他不是直播 我靠 beautiful 那看來是4比1了 好 這場很難看 XXX 你覺得他這場很晚 你覺得他覺得他就有個黃鐵 想發力條就不太好 叫Garry那边准备好 半出台 这个属于没盯紧 就是说靠第二反应再去弄的话就不行了 现在是1比5 就是刚才说那个话 他虽然分两个半去打大循环 其实也能打完 因为毕竟就只有一场双打比赛 所以其实也挺好 完蛋了 Garry这边怎么能回这种球 回来的不就等死了 搞成上全球也好一点 哇塞 这么赚 我也是碰到一层 但是这个问题很好 这不可能他的事物就这样 我就给你把球带球 但我这球就死赚了 你冲不死我 你拉你就拉着高调 可能是心里可能还是能回来 1比3 出台 回来了 切住 哎呀 这运骑球 这真是运骑球 他打得很精彩 心里看来真是个手球型选手 你看他反手 用那个长胶削那一半 很稳 5比4 切的也还行 对 他只要是心里前的那一半 怎样可以的 Justin 基本上我就有机会了 无论你那边再怎么吃 有点像是爆啊 是 5比5 现在Tim街 心里的发球也是一个 对 对 他们换了 换了 因为到午以后换街发球 然后一个出台球被Gary带到 5比6 不能法 因为Gary那板正手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还是要不处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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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妹妹的能接受 这Carry的失误 他今天其实这种失误挺多的 拉上了固人的失误挺高 但是就是失误有点高 感觉占到30%左右 那就是很高的失误 没人也没人 现在是6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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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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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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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